北京时间8月20日,前中国女排球员37岁的赵瑞瑞,宣布了一件大喜事。 她在个人主页上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新书已经上架,新书的名字叫夜月黑,星星越闪耀。 赵瑞瑞表示,这本书是自己36年来的一个简短总结,赵瑞瑞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几乎万幻语出来,我的新书夜月黑,星星越闪耀,终于出来了。 这本书是我36年来的一个简短总结,这里有我的感悟与回忆,有你们不知道的故事,通过这本书你们可以读懂我,这是赵瑞瑞的自传,但其中也有他自己创作的散文诗。 在赵瑞瑞删出的图片中,有在国家的十语队友的珍贵合照,有合谷把偶像托雷斯和日本名将大林素子的合照,另外还有赵瑞瑞创作的散文诗。 内容非常丰富,其实这不是赵瑞瑞创作的第一本书,2011年她宣布了自己的处女作《默示唤醒》,该书是一本奇幻类的原创小说。 另外,赵瑞瑞的科幻小说《财与侠》,获得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银奖。 如今这位排球女神又出自传,堪称中国体坛第一才女,在自己的排球生涯中,赵瑞瑞立即坎坷,多次众生缩短,而她本该辉煌的职业生涯。 被球迷称为女排玻璃美人,因伤退役之后,赵瑞瑞完成从运动员到作家的华丽转身,在新的领域开创新事业,在先成家还是先立业面前,赵瑞瑞选择了先立业后成家。 如,仅37岁的赵瑞瑞依然是单身,在谈到自己的爱情时,赵瑞瑞曾经表示,要爱随缘,真命天子出现一定嫁, 为结婚去加美依依,希望赵瑞瑞早日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。